大家好,我是狗文强,欢迎大家学习FSM运动康复体态调整系列课 这期课为大家分享的是外八字脚的运动康复 那外八字脚就是指我们在静态的站姿或者在下肢行走的过程中 脚尖冲外的角度比较大 那两个脚如果都冲外了 这样我们从前侧去观察的话就形成一个八字 所以我们一般通俗地把它称为外八字脚 那么我们说在静态中,我们来看这个左图 实际上我们在静态中 我们的骨骼如果是在正常排列,正常序列的情况下 我们的脚是微微外八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图看到第二个脚趾 这儿有一条中线 然后向前方还有一条线 这两条线的夹角我们把它称为足外偏脚 这个角度是在6.75度左右 那么如果说大于6.75度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外八字脚 当然这个外八字脚如果说大于的角度不是挺大的话 实际上我们看起来视觉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说这个角度超过了20度 那么我们看起来就会像右图所示的这种姿态了 就会看到这两脚外偏的非常的严重 看起来也不好看 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讲 如果走路的话也感觉有一点包公布的感觉 这个外八字的脚就会撇得特别的厉害 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下雨天走路的话 会发现这个裤脚老是会被自己的脚跟给带湿了 这也是我们外八字脚的一些特点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调整外八字脚 还是很多是跟我们形态有关系的 就是说影响到了我们的美观 所以我们要去进行调整 那么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说这个外八字脚 实际上它跟脚没有关系 很多人都说这个脚可能出了问题 它脚外展了 实际上这是我们从这个右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 这是我们的整个大腿和小腿骨 也就是我们的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髋关节 整个髋关节外旋了 因为在站姿直立的情况下 我们的膝关节几乎没有旋转的功能 那么所以这个脚的外八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髋关节外旋造成的 那这样一分析 我们在后面训练的时候 或者在处理的时候 也就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带大家一起来做 这个脚外八的愚动康复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对这个外旋肌群 髋关节的外旋肌群进行松解 我们用泡沫轴 外旋肌实际上就是我们臀部后侧的这些肌群 臀大肌 还有我们的臀中肌臀小肌的后半部分这些肌数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在臀部的偏后侧的这些位置组织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泡沫轴 如这个视频中所示 我们将泡沫轴置于臀部的后外侧 然后给它进行来回的松解 这个我们把时间控制在五分钟以内 一侧单侧五分钟以内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进行内旋的训练了 那既然说这个外八脚是这个脚是这个髋关节外旋了 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内旋肌群进行训练 所以我们用个反抱式的训练 侧卧位之后保证脊柱在中立的位置 双膝之间夹一个物体 可以是瑜伽砖也可以是其他的物体 然后脚往外抬 这样我们的大腿骨 也就是骨骨 就会产生内旋的动作 这个动作我们做四组 每组做十五次 最后一步我们进行一个不态的练习 我们在它的前足的位置 拉一根弹力带绑到外侧 这样让它宽关节的内旋肌 还有相关足怀部的肌肉参与其中 来让我们的脚尖往前冲 我们让第二脚趾尽量往前冲 这样的去做做训练 那就是让它往前走一步 再回来 再走一步 再回来 这个训练呢 我们单侧啊 就如果说它是单侧的问题呢 我们单侧做四组 每组做二十次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外八脚的运动康复方法 那本节课的内容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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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